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地工程处 这个大地工程处呢 就是对于土石流的整治 对于坡地的整治 对于坡地住宅的一个管理 我相信在新店安科地区 我们有达官美之城华城 还有略乡坡 好多的都是我们的山坡住宅区 在我担任议员期间 我们就一直希望新北能够有大地工程处 那大地工处它结合的是农业 或者是公务 加上水利 这些呢 专业的人才可以汇集在一起 然后呢 有一个单一窗口 这也就是我一直力推的 希望照顾好我们山坡地的 我们山区山坡地的住宅的朋友们 再来我就是有提到 在我上一届刚担任议员竞选的时候 我就有先见知名 我希望呢能够帮老人 补助庄假牙 那这个假牙政策 那个时候过去是因为其他的高雄可以做 那我也希望我们有1700亿的 400万人口的新 我们的新北也能够做 当然我们做在这个部分呢 是很微小 因为它有低收或者中低收 所以这些市长给我的答复说 我们有做啊 但是呢我们编的预算是非常的微小 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呢 我们能够在新北的整个预算里边 是保障弱势 然后呢也关心社福的预算不能少 我们也保障妇女跟家庭 也希望呢有全人的教育 以及全人的医疗 再来我们提到的装假牙 那一口假牙可能是需要四万 那有时候是两万至四万的这个空间 我们相信绝对不是25亿 在当年就编组了25亿 在当年就所有50万人口的老人呢 全部呢都需要装假牙 因为你65岁有66、67等等的不同年龄层 他们的需求 那我们是相信能够照顾到长辈 他们的咀嚼感 能够消化好的系统 也等于是让不用使用到健保 让他们有一口好牙 一口好的咀嚼感 有了好的味蕾 那身体健康都好 所以呢我们一直也很希望 能够在新的年代来 时代来的时候呢 可以帮长辈来装这个 假牙补助也好 或者说是年龄层的这个广色 千万不要受限 也要放宽这个条件 再来我过去一直很希望 我们能够广设停车场 这停车场呢也是中央 它的政策 那地方政见的一个推动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土地 可以活化或者可以使用 同时呢我也曾要建议 市府部门 我们停管停营等等的 能够做到的是什么样 就是用单一窗口 让路面或者只有一层的平面 它可以广设第二层 第二层如果用钢骨结构 整个拴上去 我们有看过在中和在土城 他们都有第二层 可以停机车或者汽车 那投资人或者是 在这个需求上面 他们觉得可以的话 那么钢骨结构架上去 那申请也不会很繁复 我们希望也能够有这个单一窗口 那申请之后呢 如果有些地方是需要养地 那一段时间之后 它可以拆卸 然后再到第二厂或者其他的厂 临场再去装设 所以说这个在需求上面 它就会更灵活 所以我们不只是需求告诉你 我要停车场 但是呢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如何增加停车场 这停车位 那再来我们一直很响应 就是说能够让所有的朋友 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老屋建检 老屋建检也是中央有这个政策 那地方呢有检疫型都跟防灾型都跟 那我们当然希望呢 这个社区或者是管委会 你可以提出来申请 那中央的政策 它就是有一个整个一个缝 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我看 我每次去做这个采访也好 或者是去问他们来申请的件数 有没有达到你勘验的件数 我如果说我们勘验的件数有3000多件 可是来申请的大概只有一千件 那我就说为什么会这么少呢 你们有没有去办公厅会去做说明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断线 就是完完全全都是被动 就是我们公共门非常被动 那我们议员呢就是要督促他能够完成 因为新店也有海沙屋 那海沙屋的都跟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 其实呢如果公部门 你们没有很迅速的去做这些说明 或者介入 我相信呢很多人的这个 惰性啊还是会持续产生 我有说过我带着人去会刊 他说议员我告诉你哦 不是说会刊 当我在请一个比如说我们写请一个图木计时工会 可能他的车马会非常的低 嗯应该是像一个车马会带2000元 他说议员他不可能写一个整个计划 一个proposal给你 一个proposal可能就是要六十几万 你这栋的围管 他不可能一个等一个出席 他就写整个proposal给你 那议员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围楼 那我马上要拉起封锁线 你所有的人都不能进去 也不能出来 那住民呢 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疑惑 例如是这样 就是一直在跟工部门做这个交手 这也是一种 所谓的 懒得动不肯动 他们真的不是全自动 那对于这些 我们看到那个水资特 水资源特定区的自来水接管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的议员都在议会里面 咨询提过 也帮住民们提过 那像我也是很多的民众 他们呢不理解 或者觉得额度太高 因为呢接管就是接到外管 那内管要接的时候 他们希望呢 为什么要五万块 那为什么呢 需要这么高的经费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能够享受到补助 而不是原来的这些回馈金之类的 因为回馈金 大波都是做了接驳巴士 或者其他由里长去做分配 去使用 那如果说再进一步 我们是不是可以督促中央 责成地方政府 如果可以讲补助 给这个需要 用想要自来水的 因为翡翠水库 离我们这么近 如果原来的是五万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 有更少的这个金额 可以达到他想要喝的 这些好水 而不是还用在使用山泉水 那像这些朋友们 他们可以被理解 就是说我现在是接外管 我接到你里面的内管 就是跟瓦斯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摊提部分的费用 那这些费用经查估之后 如果政府或者是中央 能够拨一笔 一笔款项能够补助 那也是可以事实解决了 我们这个高地或者山坡地 住民们 他们的疑虑 那这也是一个 算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这个政府安居乐业的美意 这才算是一直悬而未解决的事情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提出来一个方向 还有呢很多住在安坑 就是说安居 那事实上面就是同一个地理位置 但是呢有两样情 你过了一个碧坛桥来的之后呢 就觉得真的是安居 那我们觉得呢 陷阱区 就是以前因为君兄弟陷阱的 比如说我们的下城啊顶城啊 那这个陷阱的条件 如果呢已经解套了 那是不是可以放宽 陷阱的标准 让整个都市的景观 或者是城市的美化 那可以呢复苏 不要是让安坑就成为 成为真的永远的安坑 那另外 这个老旧房屋修缮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走过了像顶城 我们在顶城那边因为是高速公路哦 征收 那就变成了房屋呢 他们又不能再修缮 也不能再起造楼层 那就变成了是整个村落 非常的简陋 有漏水问题啊 这些修缮的标准 当然我们公务局是要提出这个修缮的办法 还有条件啊 那当然要申请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也是希望市府部门呢 能够简化啊 这个申请房屋修缮 那它的标准呢 可以呢 从宽 那让技师啊 或者是专业的建筑师 提出这个认证 让民众呢 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些 居住品质 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部分 那另外 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提出来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都市景观的美学 因为我们有一个阳光运动公园 然后呢 很多朋友说 我们是不是把贡荣邮剧摆进去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阳光呢 在造一个类似剧场式的 有座椅的这些活动空间 其实我觉得那里是水利 水利是不太容许摆设这些 贡荣邮剧的器材等等的 因为我们的在条件上面 我们要推贡荣邮剧 一定呢 不是把空间摆满 那另外呢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 新店跟安康地区 真的是没有看到一座剧场式 就是阶梯式的 这些还有林路 然后一个表演空间 然后在千人左右 我们一直很相信是说 那佩特基地区 他们希望办一文活动 然后呢一文活动办了 也不要再挂 其他的这个 比如说气球拱门 那就是里面再办活动 然后进场的时候 也不要再架设已知 就已经有那个阶梯式的剧场的活动 可以展演厅 可以供使用 可是在新店 在安康 我们真的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后来有啊 就有朋友提到说 我们现在安康的工人活动中心 是工有地 我们可以使用 那也有几位议员在呼应 说这个可以重启建造 重启使用 那这个就是 小金一直持续在关心 也是一直在力推的 那另外呢 我知道我们 朋友们都看到 我们在晚间的时间 去行销 新店 我们办了很多的路跑 从阳光到碧潭 照广心 那另外呢 我们也办了很多 在阳光运动公园的 亲子野餐会 然后唱着西洋 经典歌曲 好多其他地方的民众呢 都一起参与了 这样的活动 那我也希望呢 我们在文化体育 文化新店的部分 能够继续的加强 这样我们给了 大风国小棒球队 我们四年的时候 给他们的两百万 让他们可以安心的练球 教练跟孩子们 都可以拿到最好的成绩 这就是他们启蒙的开始 我们也是希望 能够在国小 衔接到国中 到高中 能够在新店 有这个体育班 那很快的 就不用 有喜欢打棒球 必须要到二重 喜欢角力的 要到其他的区域呢 去参与的体育班的部分 那只要有衔接 我们可以把人才 留在新店 我们可以把人才 就近呢 照顾好 让这个环境里边 充满了文化 然后呢 我们体育长项 在培育上面 也不会断层 这是我一直 主推 也是力推 希望 大家给 六号 廖小金 一个机会 让服务 所有的 我们新店安坑 还有大文山地区的民众 我们 没有 断层 不会断线 希望大家牵起 我的手 我们一起 努力 让新店更美好 让我们大文山区 更好的 这个 安居乐园的空间 我们享受 美好的未来 咱们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我们再来 如何